想看死我 要要心弄 你要凤蹄要紧 奴婢最开万死 你们这些人就是想看我的笑话 希望我和小皇子早点没打进冷宫 你们 你们都是神仙心肠 谁又惹娘娘生气了 小心我打折她腿 好了好了 都先下去吧 是 娘娘 换老奴来有何事 冯公公 今天是你的六十大寿 这个是我和小皇子的一点心意 请你收下 娘娘 您可真是有心人 娘娘 奴才 入宫五十年了 从来就没过过生日 连老奴自个儿都忘了生日了 哎呦 娘娘 奴才这 谢谢娘娘娘 你这是干什么呀 冯公公 快起来快起来 如果将来小龙子立了楚的话 更有你的好处 起来啊 坐 娘娘 这金子 这金子奴才可不敢受啊 那你啊 就是把我当外人了 我让你收 你就把它收起来 人家都说你是首尾两头 可是我却一直把你当成自己人呢 这金子将来也是会用得着的 等你老了 有个病 有个灾的 就会派上用场的 谢娘娘 谢娘娘替老奴想得如此周到 奴才这一辈子也忘不了娘娘啊 行了 冯总管 以后啊 你找给我们娘俩都想着点 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啊 娘娘这么说 那奴才就更惭愧了 冯总管 坐 奴才不敢 我让你坐 你就坐 是 娘娘 奴才多举嘴 娘娘整天这摔盘子杂碗 拿奴才们出气 那小皇子就能立了处 可是皇上说 要等帅儿爷来 你说 我该怎么办呢 我这心里 像着了火似的 我这不向下人们放放火 我怎么绷得住啊 娘娘 皇上既然答应了 那 娘娘就等着呗 可我实在是等不住啊 我总觉得 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树尔盐 那棵歪薄树上 皇上他总是推三阻四的 总是不想立我的小皇子为处 这树尔爷就算是来了 我想他肯定也是要听太后的 到时候 只怕是更指望不上了 其实啊 这老奴早看出来了 皇上啊 也是左右为难呢 宋妃又长子长路 按组制呢 这小龙子恐怕是 再者说了 太后他也不同意立小龙子为处 这不过啊 好在皇上执意要立小龙子 树尔爷他不会不明白皇上的心思 娘娘 要不您就安心的等着 你说的倒是有几分道理 可是这么干等着也不是事情啊 谁知道树尔爷 什么时候才能进宫啊 说的是啊 可是 可是什么 你心里可千万别藏着掖着 有什么话你就说啊 哎呦 娘娘 老奴受娘娘这么大的恩惠 要是再有什么话 不说出来 就对不起娘娘了 那你就说呀 哎 娘娘 奴才觉着 请朔尔爷来主事 那是皇上的托词 娘娘您想啊 那皇上是个孝子啊 他不能惹太后生气啊 可皇上又喜欢娘娘您 哎呦 这两难之中啊 皇上就把这球踢给树尔爷了 公公的意思是 皇上在堂塞我 哎不 哎哎堂不堂塞的奴才不敢说 奴才就是想提醒娘娘 自个儿想想办法 娘娘 这历朝历代的太子之位可都是正来的抢来的 啊 可不是等来的 不把他弄下去 你自个儿就上不来 我只要一想到能够把小龙子立为太子 我这全身就有使不完的劲儿 可是我也不知道这劲儿到底该往哪方面使啊 冯公公 在这个当口 你一定要替我把把关呢 成 老奴也替娘娘看看这刀口 哎呀 这小龙子要是真立了处 那可是将来的皇上啊 哎呦 哎 到那时候啊 老奴啊 也老的走不动道了 也该养老了 可老奴啊 没有理追之地 到那时候 老奴还不知道 上哪儿养老去呢 哎 您别看我现在是大总管 那指不定哪天啊 他就 冯公公 我们正家在通州有一处青瓦大宅 还有五百亩的地 都是寄在我的命下的 只要这件事情办成了 他就都归你 到时候 你就在那个地方 安心的养老好了 哎呦 还是娘娘心疼老奴啊 娘娘 奴才有个主意 爱妃 又怎么了 又不高兴了 啊 臣妾都多日没有见到皇上了 啊 这知道的 是皇上在这里朝政 不知道的 还以为皇上故意疏远我们母子呢 哎 你不知道 这宫里有多少人 想看我们母子的笑话 哎 又有多少人 希望看到我死 哎呀 瞧你说的 有谁敢冒犯朕的爱妃啊 啊 哎 告诉你啊 朕今儿早上去给母后道早安的时候 母后还亲口对朕说呢 郑妃娘娘产后虚弱 一定要注意营养啊 还让朕请了太医 早晚多过来几趟 看看郑妃呢 皇上 您就别骗臣妾了 太后 怎么会想起我呢 皇上 您还不知道吧 听说 太后 现在正在私下散人 去寻找那个 丢了二十多年的皇弟弟 我真是觉得奇怪 这立储之事在即 他为什么要去找您的皇弟弟呢 臣妾 真的是为您的安危担心呢 你给朕闭嘴 皇上息怒 臣妾 那可都是一片忠心呢 皇上您想 这话 有谁敢跟您说 又有谁能对您说呢 皇上 臣妾知道 您有为难之处 这手心手背都是肉 可是 您得做几件硬朗的事情 要不真的有人 不管您当皇上呢 放肆 朕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朕已经几次下旨 派人去催那个 朔二爷回京吗 可是 可是 朔二爷迟迟不肯进宫 他这不是不给皇上面子吗 你一劳卖了 难道 难道还是皇上和太后 要捏骨这件事 那朔二爷说事罢了 朕不是已经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吗 不要总把别人想那么坏 不要用小人之心 去夺人家君子之夫 皇上 您的教会 臣妾记一下了 臣妾 当然是想做君子了